現在市場上最夯的其實是SUV 那車高跟這個你乘坐的時候 感覺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差異 其實差異很多啦 我們先講喔 你如果超過五十塊之後 你的腰椎可能沒這麼那麼靈活 所以你上下車的時候 有時候你坐那超跑 你會覺得喔 夭壽 飛不起來 那你坐休旅車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上下車的時候很棒 所以休旅車反而會成為 全家人最喜歡的車 那再來就是操控 那你坐的時候呢 它有可以營造那種 很棒的駕駛視野 但是你在開的時候 因為重心比較高啦 所以說休旅車呢 它在操控的表現上 通常不會像低重心的跑車 或房車那麼好 可是最近的車場很厲害 它也可以藉由懸吊的調教 跟主動後輪轉向的加持 所以讓整個休旅車的操控 也變得更好 那再來就是因為我剛才有提到 它的視野 休旅車的視野會比較好 因為你坐比較高嘛 那有時候你在 我們在塞車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經驗 就是如果你開小車或是房車 前面都是休旅車 它車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到前面的狀況啊 沒錯 所以我在想說可能很多人也因為 他是因為看不到前面狀況 所以他去買休旅車 這樣我就跟你平起平坐 我也看得到 所以就視線不會被遮到 那再來就是 我們車子在正面撞擊的時候 休旅車比較高 所以它前後保桿呢 通常啦 就是你如果是小車 你撞到休旅車後面 通常你都很慶慘 因為你的保桿吃不到休旅車保桿 但如果你被休旅車撞到 你可能已經超過你原本的保桿 就是錢到後面都不掉了 所以休旅車相對在安全性上 會讓你比較好 那講到側面撞擊 像好比說德國的房車 德系的房車 它在遇到雷達偵測到 可能會遭受側面撞擊的時候 它會自己彈高 像A8S-Class 它都會彈高8公分 為什麼 因為底板是等於側面最硬的部分 它用最硬的部分 去承受那個撞擊力道 那休旅車它就不需要 我本來底板就是比較高 所以你撞過來的時候 剛好我用最硬的地方 去承受側面撞擊 所以相較之下 就是你整個來看 除了它的空間機能比較好 那它安全的防護率 其實也會比較高 的確啊 像我們剛才聊到了這樣 這個V-90 Cross Country 它不只是對應路面的能力 也是非常的好 再加上它空間機能 還有很好的操控性 其實它算是一個 蠻面面俱到的車款 但是哦 如果你想說 我還有更多這種 承載人的需求 而且希望空間能夠 更加靈活的運用的話 你可能就要朝向 多人做的這種SUV來看了 對不對 事實上SUV的這個大尺寸SUV 才能夠滿足所謂的 三排座的需求 相關於剛才講的 就是5加2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Wagon車型要達到5加2 其實就真的 比較有一點難 這個早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賓士的 這個Esther 有那個後面行李箱 可以翻起來兩個小板凳 真的喔 讓小孩子坐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在看到 這樣子的設計 那另外我們剛剛在做休旅車的 這個跟旅行車的一個比較的時候 你會發覺 旅行車能夠選擇機種 真的是比較少 休旅車相對的原因就多很多啦 一樣這種豪華品牌來看的話 我們把這個BBAP兩個B拿掉 你還可以有這個日系品牌來選擇 如果把日系品牌加進去 你就會發覺 哇 那個售價跟那個入手的門檻 相對的原因就降低很多 更加的親民對不對 首先你可以看到這個 目前最近在台灣也是剛剛上市的 Mazda CX90 這個車子有3.3排量的一個車型 那當然還是營造出一個維持 Mazda一個設計美學 5加2的一個座位 然後他實際上 這5加2這三排座椅 其實很好使用的 甚至他還有六人座的車型 上一次也來到我們攝影棚 關於我們兩個來去坐一下對不對 那個後座第二排 哇 那種尊榮感受 真的是截然不同 再加上他這個大排氣量的一個動力 開起來那個感受跟聲浪的部分 都還算是真的相當不錯 最主要售價相對的氣民 從179萬到211萬 你就可以選擇買到這個所謂的 5加2的三排座椅的大尺寸的SUV 那另外呢 這個是Infinity的QS60 當然他在價格上面 就會來得高一些 畢竟他是豪華品牌 不過他的大排量 也是他的這個吃虧的一個地方 你說那個CS90 不是3.3也是大排量 可是那個入手價格親民對不對 你節省下來錢 夠你多繳幾年 牌照燃料碎對不對 但是QS60你買的時候 也要268 285萬 然後這個大排氣量的高油耗 確實讓很多消費者稍稍的卻步 因為200多萬的價格到 而且是接近兩排尾對不對 我再牙一咬捏一下 天一看 可以是進口買這個歐洲的這個 豪華品牌是不是 所以他就會有一些些的影響 但是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Infinity QS60 他在美規市場做了一個小幅度的修正 他動力新天的這個VC Turbo 也就是2000CC的一個引擎 當然不曉得Infinity有沒有打算 這個導入台灣來去做銷售的一個計畫 如果這個排氣量壓在這個2000CC 在這個稅制級距裡面 又能夠擁有相對 相等同於3.5的動力 我相信應該是很香 很有優勢 對不對很有優勢很香 不過就還要看看這個總代理 他的這個營運跟導入的一個計畫 畢竟用差不多的價錢 稅金少很多 動力又等同於3.5 他又是豪華品牌 對不對 各方面的一些設置配置 其實就會有所差距 那另外就是你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買的是日系的Infinity QS60 添一點點錢 你就可以入手這個歐洲豪華品牌 你看Volvo的XC90 在市場上面也是非常的受到歡迎 他的售價從295.6萬 一直到377.6萬 所以他的等級涵蓋是 非常非常的廣 另外而且他又有這種 各式各樣的動力 B5 T8的 還有PF的一些車型等等 所以算是蠻多的這個選項 那最後一個我們介紹 是最近才在這個ODIQ7 這個Q7跟這個才小改 Q8才小改款的一個上市 其實他也同樣的搭載了 這個2000CC四缸引擎 以及3000CCV6的引擎 甚至他還有4.0的V8 這個對於這個性能迷來講的話 SQ7就感覺 是不錯 就很不錯 而且他也有才有的選擇 沒錯也有才有的選擇 那目前來講 你看他這四款車來講 ODIQ7也是他的動力選項的 最多的一個這個選擇 就是說跟同樣的道理 就是剛剛我們講 BMW的這個5系列的Touring一樣 他有各式各樣的動力配置 那讓可以滿足 各種不同人士的一個需求 有些人喜歡柴油的大扭力 有些人喜歡這個強大大排氣量 所帶來的一個推力 也有很喜歡高馬力 對於這個最高速的一個 這個要求的需求 所以同樣的機能性的商品 但是呢 可是動力來源不同 價值起來的操價感受 也就完全不一樣 不過相對的 這個售價也就一路攀升 從325攀到了560萬 是 不過裡面的最新的同學 應該就是ODI的Q7 Q7對不對 或者是像CX90也不錯 但是我們剛才聊到 其實如果說以這種 你又可以買到豪華品牌 然後價格上面又可以比較好一點 可以入手的話呢 VOVO的XC90 我想是很多家庭的首選 為什麼 安全舒適 好 幾乎面面俱到